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创17年新高 所以一直跟大家讲 信心很重要 全球股市目前还很好 你不要自己吓自己 你如果对指数没信心 那你不要看指数嘛 你完全针对个股看就好 你完全针对个股看就好 选股的部分 林何彦 我一直强调 投机的股票烂的公司 我不会推荐给你 我专门锁定的就是那种 基本面业绩很强 尤其在底部的 我也不追高 大家都知道的 股票涨高之后我就不要了 因为你有1600个机会 可以去找底部GEO的股票 一档一档慢慢做 没关系 所以你对于大盘有疑虑 不要看它嘛 看个股就好 大盘就听林何彦的分析就好了 你完全针对个股下去做 就OK啦 对不对 你看我们盘中 每天强棒初级推荐给大家标的 都是最好的股票 比如6462 我们在礼拜三的时候 推荐6462 有没有 这也是底部的个股啊 从300跌到170 底部放量 昨天推荐的4991 昨天也大涨 包含目前还继续在涨 这也是经过大跌以后的股票 这是底部的股票 这是底部的股票 所以你对于指数会担心会害怕 那指数不要看 你就听林何彦的分析 每天的强棒初级 会提供给大家一档 短线强势的标的 让你做投资上的参考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昨天欧美股市的部分 昨天美国股市又大涨 135点 欧洲也大涨 欧洲昨天德国欧元区发布 5月制造业的PMI 中值57 中值57这个数字 可能你们没有感觉啦 我这样形容给你听 4月份是56.7 采购经理人指数 它是以50分多空 50以上是成长 50以下是衰退 那昨天德国 5月份的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57 4月份是56.7 57这个数字 是6年来的最高 是6年来的最高 那反映出 德国制造业 强势的复苏当中 所以 德国反科普指数 昨天继续大涨 这是合理的 好 美国昨天 道琼也大涨 你看道琼昨天原本开盘 只是小涨而已 平盘慢慢越拖越高 这么个原因 昨天美国发布了 5月份 民间企业新增就业人数 5月份新增了25万 增加25万人 原本市场预估 顶多18万人 没想到竟然进阳到 增加到25万人 所以可以预期的 这两天美国发布出来的 5月份的失业率 应该会再创新低 失业率会再降更低 那这个当然是好事嘛 对不对 所以昨天 道琼工业指数 大涨135点 大涨135点 如果说以收盘价来看的话 以收盘价来看的话 已经又创历史新高了 以收盘价来看的话 又创历史新高了 昨天包含 NASDAQ也创历史新高 费城半导体 在礼拜四的时候 已经创新高了 S&P指数也创历史新高 所以美国的四大指数 同时创历史新高 这个对全球股市的带动 跟点火 有相当大的效用 今天亚洲股市也全部大涨 除了大陆股市 比较弱以外 大陆股市我们等一下再谈 那亚洲股市的部分 澳洲目前涨了0.75% 那南韩首尔 南韩首尔今天也又创历史新高 日经昨天已经大涨200多点了 今天又涨231点 所以日经指数也又创新高 拉回整理完之后再创新高 所以目前全球股市 其实强得不得了 你不需要自己下自己 香港目前涨108点 111点也是创新高 也是创新高 目前唯独最弱的就是大陆股市 你看上阵昨天大跌了快2% 今天开盘之后 又继续往下杀 原因在哪里 昨天我跟大家分享过了 昨天跟大家讲过了 大陆让人民币放手让它升值 人民币的升值 对出口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人民币 大陆放手让人民币快速的升值 人民币的升值对于出口 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尤其最近三天下来 升值了1.5% 升值1.5% 你看很多制造业 3% 细% 你三天 汇率就升了1.5% 那个利润吃掉是很快的 那大陆制造业的大本营在哪里 大陆制造业的大本营就在深圳 因为上海是地产 包含国营企业银行这些大型的 制造业主要集中在深圳 所以深圳的冲击是比较大的 我昨天特别制作了一份 人民币升值 受贿的 中概内需股 人民币升值下 受贿的中概内需股 免费提供给大家 我不知道你们打电话进来索取 如果还没打电话进来索取的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免费索取这一份 台湾受贿的公司 里面只有四家公司而已 不多 你看1262的绿月 昨天因为人民币升值 也开始动了 台北股市的部分 今天台北股市开出高盘 目前很可惜的量 还是出不来 可见得台北股市的投资人 真的是太理性了 有时候过度的理性是不好的 人的一生当中 人生一直在前进 你随时会遇到十字路口 遇到岔路口 当你遇到岔路口的时候 你不能一直站在路中间 摇摆不定 走这边好 还是走那边好 你一定要下一个决定 到底要往哪边走 人生毕竟是一个赌 对不对 凡是就是一个赌 你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 可是你不能不赌 因为路你还是要走下去 相同的股市到这个地方来 很多人担心万点站不上去 可是又眼看着行情一直在走 居高不下 你一直观望一直观望 只会让行情一直跑掉一直跑掉而已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指数不要看 你针对个股下去做就对了 个股的部分我在节目里面 每天早上的节目 我都会 这个单元叫强棒初级 都会有一档强棒的股票 强势的短线股 提供给你操作的参考 你就参考我选择的标的 那不是很轻松吗 对不对 你看最近这几天 六四六二的神盾 也不错啊 而且都是业绩很好 股价在底部的 我不追高 我一直强调我不追高 我只做机油股 我不做投机股 所以你可以很放心的参考我的股票 对神盾也是腰斩过半的 对三百落到春百七 现在开始上来了 昨天推荐的环宇 你看昨天推荐的环宇 也是经过腰斩的 也是股价经过腰斩 从一百跌到五十腰斩的 业绩也是很好的啊 有没有 第一季业绩也是比第四季成长 比去年第一季又大幅的成长 那这种业绩成长 股价腰斩 这就很好的机会点嘛 你看昨天推荐完之后 昨天大涨 今天还是继续涨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推荐一档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推荐 汉宇博德 五四六九的汉宇博德 这家公司大家应该不陌生 因为我们长期做这支股票 已经做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随时我们都要注意它的变化 那为什么今天会特别再锁定汉宇博德 因为昨天华邦店 华邦店昨天大涨创新高 带量 但昨天华邦店这个带量里面 有大概四十五%都是做当冲 冲出来的 那华邦店坦白说也蛮高的 你目前华邦店到十九块半 每股净值 十二块钱 第一季的获利 只有一毛钱而已 只是一个题材性把它推到这么高 那我不是跟大家讲华邦店 我的意思说华邦店的大涨带动之下 点燃了什么 点燃了华邦集团 华邦集团 就是应该讲华 华星集团 一六零五的华星集团 点燃了华星集团的股票 所以今天二四九二的华星科 今天也开始动了 包含五四六九 汉宇博德 汉宇博德也是华星集团的公司 那汉宇博德今天目前已经涨了快六%了 你看今天一开盘之后 我今天一开盘之后通知会员 这开始买进 昨天成交量2271张 今天目前已经成长了快四倍了 大盘今天量还是严重不足 只有800亿 可是汉宇博德量却成长了快四倍 成长了快四倍 那这家公司 我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到这家公司呢 给大家看这个 汉宇博德 目前手中光是现金部位 就高达91亿 短期投资也有将近40亿 所以加起来 光是现金部位 可以动用的资金 就高达了130亿 它的库存 库房存货里面也有48亿 那应收账款100亿 这个就不要算了 因为应收账款 你有应收有应付账款要去抵消掉 好那光是存货就48亿 那为什么跟大家谈这个东西 你看哦 以目前股价总市值 以目前所有股票加总起来总市值 所有股票加总起来总市值 72亿 什么意思 所有股票 流通的股票 包含所有大股东的股票 只要发行的股票 以目前这个价格 加总起来才72亿而已 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手中现金有高达90亿 短期投资有将近40亿 两个加总起来将近有130亿 手中有130亿的现金 结果所有股票加总起来 才72亿而已 你会不会觉得太离谱 股价代表一家公司的总价值 对不对 一家公司的总价值里面 有分有形资产跟无形资产 有形资产 比如像土地厂房设备订单 存货 那还有无形资产 商与员工 每年固定会 衍生出来订单 这些全部加总起来就是总价值 那怎么目前 总价值连手中现金都不足呢 都低于手中现金呢 甚至于连存货 目前存货都高达48亿的存货 那层口里面的东西就有48亿 全部的股票加价只有72亿而已 从事上面反映出什么 反映这家公司的股价 严重的委屈 严重的低估 你看他目前账上每股净值 账上每股净值27块 27块 股价目前才17块钱而已 一般依照我长期的追踪 这种组合 这样条件的公司相当相当少 上市贵加起来 可能1600家里挑不到10家 每当出现这样组合的股票 都会有一波大行情 都会有一波大行情 我们之前从110 从10块钱一路做到21块 那现在经过大概半年的调整 重新回到年限这附近 今天量开始放大 今天量开始放大 已经放大4倍了 资股票 尤其站上 这条黄色是月线 站上月线 短线开始又转强 机构表又开始叮当 快要开始动 今天墙广初期跟大家推荐 汉与博德 提供给你做短线上的参考 其他更多的分析 我们在下午的节目 会跟大家做更进步的报告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判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